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,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,副局长何泽华涉嫌受贿,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,已经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,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 日前,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对何泽华做出了涉嫌受贿罪,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逮捕决定。 何泽华曾长期在江苏工作,并担任过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,此案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。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,何泽华丧失理想信念,被弃出新使命,多次违规行为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